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 这么晚了你还没休息啊 方明 你回来了 信尧也从医院回来了 方明 你比她大呀 你让着她点 我知道了 妈 您早点休息 我去看看菲菲 老子 是 快点 没羽生 来吧 快点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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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都准备差不多了 各位老总都来了 开始吧 再等会儿吧 等会儿郑长长 你打电话再联系一下 我联系好点 去吧去 好好好我联系 我联系 诸位不好意思啊 再稍微等一下 喂喂喂 郑总吗 郑总 我大龙啊 定了 郑总就等您了 各路老总都来了 对对对 全来了 东北 什么 会见韩国客人 郑总 你不能不来啊 好好好 您放心 郑长长 我跟季总说 季总招 季总 郑长长说 他会见韩国客人 来不了了 由您主持开工典礼 那好吧 诸位 那咱们现在开始好吧 好 好 好 郑总 请 诸位领导 诸位来宾 大海市服装产品发布中心 即模特中心 开工典礼 现在开始 开工典礼 现在开始 谢谢 郑厂长 您看 咱们产品发布中心 昨天电机了 季总怎么没通知您啊 前两天他跟我说过 但是昨天我没有接到通知 那你去忙去吧 好 娘 蒂凡 昨天产品发布中心电机 你怎么没有通知我呀 方明 我昨天让人打电话四处找你 找不到你 胡扯 昨天我的手机一直开着 白天我就没有离开厂子 怎么就找不着我了呢 是啊 可是我觉得 你也没有什么可怨的呀 发布中心这么长时间了 你没有投进一分钱来 这点面子要不要也无所谓了吧 您说呢 财务课长 科长吗 厂长 什么事你说 我们现在能调动的流动资金有多少 两百多万吧 那你看看 等明天第二批货款回来 能否先向产品中心拨去两百万 厂长 眼前我们要赶巴黎交易州的产品 资金很困难 好 我知道了 来 菲菲 喊爸爸 爸爸在三楼上面 喊吧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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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宝 来跟我们回家 我要在这边来看 好孩子 阿姨 家庭你多大好吗 好 四岁 不 五岁 对 我五岁就要上学了 五岁就要上学 将来啊 肯定想当个科学家 对吗 对 儿子 你怎么来了 快上来上来 不 你将来牵我 好 你等着 我先来接你 别抢 费主编 你们忙 我有事先走了啊 好 菲菲 跟阿姨说再见 阿姨再见 再见 再见 阿姨再见 再见 再见 走 菲菲 每个老师 我儿子 爸爸 可我儿子 我来了 你小子今天怎么想你来看我来了 妈妈说 你当老板就不想我了 啥说 别听你妈妈瞎说 走 跟爸爸上楼看看去 走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慢慢吃吧 一块吃吧 不 我一吃饱了 好嘞 所以啊 咱们那个东方神韵 现在一天最多能出多少截儿 几个品种加起来最多八十来套 根据正厂长的要求 暂时不再投放国内市场 准备搭上国际交易会这班车 把文波的新品牌推出去 所以啊 能不能再加大生产量 咱们那些不合格的产品 是不是还在库房里啊 你又要干什么 还要压生产量 我跟你说过了 这是不可能的 新招的工人正在培训 根本上不了岗 所以啊 我还是原来那个想法 现在我们的产品销售史都非常好 所以 我们得想尽一切办法都入产品 不然的话 一旦别的产品 跟咱们类似的 占领了市场 或者说 我们的设计 再被别人给仿冒了 那这个市场很快就没了 我比较赞成郑厂长的做法 赚钱也不能拿产品的质量做代价 不就是个衣服吗 针脚粗一点细一点 好一点坏一点 对消费者来说没什么呀 又不像咱们吃的饭 吃的药会危机生命 苏伊啊 你想一想 这衣服穿在消费者身上 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现在啊 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市场 回笼自尽 季凡 你别逼我 郑厂长刚走 你老婆病又犯了 苏伊 郑厂长怎么了 你左一个郑厂长 右一个郑厂长 郑芳明给你什么好处了是怎么样 你别忘了苏伊 我也是这个厂的一个股东 你上次突然回厂 搞了个措手不及 我是还没找你说清楚呢 你现在 我现在负责国内的销售 我已经收了十几个商家的顶金了 我要迟迟给不了人货 那就麻烦了 你说话呀 怎么说话呀 你别看啊 我现在已经火烧没冒了 苏伊 我是拿华阳集团 投产品发布通信的钱数回的厂子 我现在已经身无分稳了 我没办法 我只好硬着头皮开工 我现在不马上解决资金的问题 时工方早晚会闹起来 到那时候 我可得前功尽弃了 现在 郑芳明不在场了 你不帮我谁帮我 姬芳 我说过我爱你 可我以后不会再参与你的那些事 否则我的良心要永远受到骞责 苏伊 你太夸张我 我有那么坏了吧 说实话 我这也是没办法 我只能这样做 姬芳 这事下下你 姬芳 跟着你 我不怕穷不怕苦 哪怕你一无所有我也心甘情愿 可是我们必须活得清白 不要每天提心吊胆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这种生活我累了 我不想离开你 但求你让我活得轻松一点 好吧好吧 苏伊啊 那咱们想个别的方法 好不好 你说吧 这样 我再去找两个厂子 让他们加工咱们的东方实力 你呢 利用业余时间 过些空气事儿止不了 怎么样 你又要铤而走险 热火烧身 我 你到底帮不帮我 我不能帮你 如果你要这么做 我就揭发你了 我就揭发你了 季凡 你想想 几个月前你是怎么垮的 你还要走这条路吗 我求求你 千万别那么做 苏伊 我听你的 那咱们 再换个方法好不好 咱们让工厂的工人 把采好的布料 拿回家去做 做一件呢 咱们给他们一件钱 这样呢 还可以刺激他们的积极性 苏伊 我告诉你 不管怎么说 我现在只有一条 我现在需要的是钱 我做不到 那好吧 那你就离开工厂 我余孙琴 生病 懂吗 好 我走 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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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货呢 这什么也不要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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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呟 好 慢慢来 慢慢来 怎么不发货呢 参观人说了 只发国外的 国内的不发 为什么发国外 你们也不发工厂的 来来来 跟我来 哎呀老王 过来了 机长 你好 老王 这单子已经签了有半个月了 为什么不给人发货啊 季总 郑产长林总是说过话 说这些货是发国外的 不发国内的 我可是安装办事 那我问您 我是不是管销售的 是 是 你就按照我的做 出了问题我来负责 听见了吗 来 叔 拿去 你这站上干吗呢 怎么着 我不是这负责的是吧 说话不算数是吧 你不是想被炒鱿鱼吧 怎么着 好 季总 见你全权负责 那我就发货 请您签个纸 你也过来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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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这个啊 谢谢这个啊 周主管 麻烦你去找几个人过来 把这些箱子上的封条都撕掉 顺便 让那些客户把车带过来吧 好吧 季总 这些都是不合格的产品 郑厂长和总这件事都说过 不合格的产品是绝地不能出库的 怎么着 王主任 难道 你有本事让这些服装给我升职吗 季总 人来了 啊 周主管 干吧 过来把封条给裁了 您看 请进 郑师傅 郑师傅 倉库出事了 快去倉库看一看吧 王主任 出什么事了 咱们那批不合格的产品被集中卖掉了 现在正在装车 不会吧 是 现在正在装车 走 我看 一大包人呗 来不住 好 快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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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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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大家要沉住气 不准对外乱说 我们要相信郑厂长 郑厂长 郑厂长 到检察院去打听一下 把情况了解清楚 我要去给费主编打电话 快 好 喂 是费主编吗 我是孙文慧啊 告诉你一个事情 郑厂长在机场 被公安局的人带走了 什么 你说什么 你等等 这些稿子就这么发 对了 占人图片也插进去 好 你再说一遍 他们为什么抓人 我们去机场接人 亲眼看见公安局的车 带走了他 究竟为了什么 我们也不清楚啊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喂 是魏律师吗 我是文波厂的孙文慧 我们厂长刚下飞机 就被公安局的车带走了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请你履行温波厂 法律顾问的职责 在最短的时间内弄清情况 向董事会报告 好 那拜托了 谢谢 喂 谁啊 稍后店长长 是我 肥新瑶 现在开会 时间很近 好 这样吧 中午在明人咖啡店见面 好 那我等你啊 好 好 那我等你啊 好 好 好 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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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好几天没看见她了 洪大龙 你别跟我耍马虎眼 快告诉我 熙凡她躲哪儿去了 非主编 我跟你说真话 我确实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现在工地也停了 这摊烂摊子我也收拾不了 喂 苏姨妈 你在哪儿呢 我在商场啊 你怎么没在厂里 你知道季芳在哪儿吗 我已经快一个月 没去厂里上班了 季芳不在厂里吗 我都找了 没有 你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她 昨天晚上啊 怎么了 新瑶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告诉你 发明她被抓起来了 为什么 算了 不说了 见到季芳 让她赶紧跟我联系 好 再见 你是谁 我姓苏 叫苏伊 您知道季芳什么时候离开家的 现在在哪里吗 我不知道 我刚回来 希望你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一旦有她的消息 尽快同我们联系 告诉她 只有复法才是出路 等一等 请问 她究竟犯了什么事 听说是产品发布中心的事 说是诈骗 喂 找谁 喂 苏伊 是我 激凡 你在哪儿 苏伊 你别问 我会再跟你联系的 可是 可是你把人家中方明也签进去了 你知道吗 中方明被抓起来了 我知道 我知道 苏伊 你别怨我 我现在想跟你说的是 收拾一下 准备搬出那套房子 他们可能马上就来查封了 那房子已经不是我们的了 你们不信 郑厂长被抓了 记住人也跑了 哎 那我们怎么办 咱们可真够倒霉的 好不容易让他好厂长 又被抓了 哎 孙师傅来了 他也是股东 咱们一起去问问他 哎 师傅们 怎么又去上班呢 上班时间早过了呀 孙师傅 能不能告诉我们 郑厂长是不是真的出事了呀 师傅们 郑厂长是遇到点麻烦 但跟我们厂没关系 大家还是回车间吧 回去干活 现在我们厂的形势很好 产品又打进了国际市场 大家只有好好干活 出好产品 对我们自己 对工厂才会有好处 孙师傅 郑厂长被抓了 我们工厂是不是要垮了 我想不会 这场大半年的情况 大家都看见了 郑厂长不会有意去犯法 我们要相信他 师傅们 都回车间吧 好好干活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好吗 对啊 说得有多用的 好 好 孙师傅 孙师傅 人秘书 孙师傅 您到楼上去一下吧 销售科的人在那儿等你 是不是退货退款的事呢 走吧 怎么样 孙师傅 我看 这些都是要求退款 退货的传证和电报 我这有些 你看怎么办 怎么办 孙师傅 我负责的商场 消费者也出现了很多投诉 你看怎么办 国外的情况怎么样 哦 国外的产品 是经过严格检查的 还没有出什么问题 现在遇到了困难 产里的领导都不在位 大家一定要稳住 给产的工人做主心股 另外 生产和制检两个部门 一定要把好关 绝不允许有一件不合格产品出车前 好 好 好吧 喂 东海商场吗 我是文博厂 喂 你好 丈夫店长长吗 我是费新瑶 请问您帮我找到律师了吗 新瑶 怎么搞的 你们长邦已经给正邦名请了律师 你们之间没有通缉吗 我不知道哦 我就问一下这事 谁给他请的 长邦的一个叫孙文辉的人 律师就是文博厂的常人法律顾问 魏中邦 也是法律界的一个好律师啊 他既然是长邦的法律顾问 此次出任正邦名的律师 也理所当然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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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信我的话了吧 什么时候办家 明天 他们来查封房子 昨天深夜她到这儿来过 苏伊 你过来一下 娘娘去那边玩啊 苏伊 这个是她昨天晚上留下来的 请问你早点啊 苏伊师傅在吗 她还在办公室 秦总 产品出了问题 一切损失由我们赔偿 最好你能派个人来 当然 你要能来 那就更好了 一切问题 都可以协商解决嘛 好吧好吧 孙师傅 就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亲自过来 太好了 谢谢你 好 再见 喂 文波厂吗 是文波厂 抓了一个厂长 好像你们人都死光了 从早到晚到处打电话 就是找不到一个人 请问你是 有什么事吗 你是谁 管事吗 我是孙文慧 厂里的总工艺师 孙师傅 我来好吗 那 喂 你是谁呀 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我是管事的 有什么事儿 跟我说吧 我 我是三州公司 你们厂欠我们九十多万的医料款 听说你们厂要垮了 别赖我们的账啊 谁跟你说我们厂要垮的 你说话注意点 好好好 没垮就好 我明天就过来画账 请问你是谁 我是费心瑶 认识吗 我是正厂长的夫人 你尽管来好了 对这种耍无赖的人呀 你要狠一点 要不然爬你头上来拉屎吧 孙师傅做 辛苦了 我今天来呢 是想听你跟我讲一讲厂里的事情 听说你给郑芳明找了一个律师 费主编 魏律师是厂里的常任法律顾问 郑厂长出事以后 我就通知了他 孙师傅 这是一件大事 以后凡是这样的大事 你都必须告诉我 我是这个工厂的老板 好 我知道了 好 现在你就跟我说一说 这个工厂的情况 情况很不好 一方面 季总把厂里所有的次品 不合格产品 都推向了市场 另一方面 一部分工人 把厂里廉价的样料 都拿回家自缝自销 破坏了市场 现在 消费者的投诉很多 各大商家要求退货 退款的也很多 现在工人们都人心惶惶的 他们都怕郑厂长会出事 市场要稳定 工人的心也要稳定 你有什么办法 几个厂长都不在 为了应激 我已经做了一些安排 关于市场 我想应该下狠心 到各大商场去回收 赔偿所有的不合格产品 以表示我们的诚意 对那些重点商家 和那些大商场的老总 我想我们应该出钱 请他们上门来提意见 跟他们签订一些保质协议 让他们对我们的产品 有信心 这要损失一大笔钱 我们的损失怎么补啊 工人怎么办 军心怎么稳定 工人现在人心不稳 他们只要担心他们干了活 能不能拿到钱 他们担心在这个汤里 还能干多久 再过几天就要发工资了 只要他们能拿到 他们该拿的那部分钱 他们的心就可以稳住 说到底 还是要马上花钱 可是目前损失这么大 厂里哪有这么多钱呀 被主编 再困难 这事也得办 孙师傅 你和工人师傅的关系很好 你能不能做到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工资还有提成 缓一两个月再发 等工厂度过这个难关 再给补上 对了 工厂有多少人参加了 购买样料 自产自销的活动 手工车间有一部分 大多数都是其他车间的 济凡真不像话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这样吧 工厂所有参加这事的人 他们的工资还有提成 一律不罚 严重的 还有罚款 必须狠狠地 惩罚他们这种不负责的态度 费主编 费主编 责任不在他们 没有他们怎么会有今天的局面 你这么做要大乱的 把大理跟他们讲清楚 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据说像大理这样的车间主任也参加这事了 我找过他们 他们承认了 但并没有去出售资品 谁相信 孙师傅 你不要总是护着他们 他们这些人是越忍忍护着 越觉得自己了不起 好了 事情就先这么办 那我先走了 孙师傅 你还没吃饭吧 走 我请你去吃饭 酷了 你赶紧先回去吧 家里还有老人孩子呢 还是一起去吧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也应该为了为了你 真的我不饿 赶紧回去吧 对了 你能把魏力士电话给我吗 我想见见他 好 谢谢 再见 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的地方见面 没什么 既然已经下海了 就难免会遇上这些事情 只要你没做亏心事 就不怕叫门 没得知 我没有犯罪 我心中无愧 我担心 因为我的事会影响到场了 常理现在的情况你了解吗 苏依依依 一走后她就离开工厂了 现在孙师傅在主持全面工作 我跟她深谈了两次 你放心吧 她对目前场面论人的危机和对策心理有素 她会稳定工厂的 对了 她还让我转告你 让你安心地配合公安部门调查 尽快澄清事实回到工厂 魏律师 我的案子要紧了 会拖多长时间 很难说能拖多久 关键是吴博士和季凡都跑了 你的问题就有待遇她俩的归案 我知道了 请你带我转告孙师傅 拜托她把厂里的事全都管起来 我感谢她 好了 你对案子还有什么要说呢 没有 我真的一无所知 我还想从你那里了解些情况呢 按规定我不能跟你说 正常吧 你给我保重 随着安全的发展 我会再来问你一些问题 好 我一定会配合你的 好 请你转告我妻子 让她放心 说我是无辜的 妈 怎么还不睡呢 我在等你呢 方明的情况怎么样 有消息吗 有消息吗 没有 现在除了律师 谁也不能去见她 刚才我去了趟常理 孙恩惠已经给她请了一个律师 小凡呢 小凡有没有下落 没有 这文博啊真是多灾多难 方明刚把她推上正路吧 又遇到这么一档子事 我觉得这问题多半是处在小凡呢 妈 现在不要过早地下结论 方明不在 还有我呢 天搭不下来 你不要逞英雄 厂子里的情况啊我知道 欣妖啊 方明不在期间哪 工厂公司的事啊 你可以多管管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你关系多 公安政法啊 他们那边的人你都熟 要尽快地想办法把方明解脱出来 妈 我会努力去做的 现在几番跑了 那个吴博士也下落不明 我估计方明这个案子 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脱得开的 欣妖啊 不是妈不信任你 妈担心哪 你编辑部工厂两头跑 哪一边都弄不好 妈 编辑部那边我可以辞职吗 保住这个厂子 才是我们家的大事 厂子现在很脆弱 内外交困 一步不慎 就可能断送他 文博和我们这个家呀 现在经不住折腾了 妈 现在只有我 才能够帮助方明 才能够帮助方明